放在论坛里面,然后第二次上课的话,所以第二次,今天第三次,那第二次的话呢,主要是讲到有关那个几个重点嘛,包含就是环境有介绍VBA的环境嘛,所以至少回去的话,你至少你要,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把开发人员打开,visual basic这个一定要打开,那我习惯是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扶在上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一边看你到底要打什么程式,然后直接记得一定要打在按右键,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也就是在这样里面一定要插入模组,然后在这个模组里面开始撰写程式,然后其他的话,如果这个不小心关掉,这个不小心关掉的话,那不过没有关系嘛,你可以讲,检视里面可以找到专案总管 那下方的话,检视找到属性视窗,然后把它往下拉,这就出来了,大概这样,那如果你将来程式,你点两下,这边就显示你写的程式,那通常都会写在插入模组 记得写在模组里面,如果你将来把它关掉的话,你把它点两下,模组又打开,所以你将来所有的程式,你可以把它放在模组里面 那模组你不是只能有一个,比如说你要做很多的程式分类的话,你也可以再插入另外一个模组 那如果你要重新命名的话,你只要点这边,下面有个属性嘛,name的部分你把它改一下 它名称就不会叫MarioE,你可以自己来取一个名称 比如说你要取什么AAA,enter,上面就叫AAA,因此类推,你可以去重新针对你的程式 但是,不过前提是你将来可能写蛮多东西了 你要做分类的话,你可以放在不同的模组里面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将来写VBA,都是写在模组 那不外乎两种,一种是Sub,一种是Function 不过比较常用的一定是Sub 那Sub的话就对应到那个按钮的名称 我习惯这样,你Sub,比如上面叫什么,刮胡字串 那你就叫Sub,空一格,刮胡字串,小刮胡 或者是Sub,刮胡字串,然后Enter,它自动会帮你EnterSub 那所以呢,上个礼拜大概 我们最后讲到有关那个151这个,然后我们是 讲到就是要把A栏的资料,假如里面有刮胡的资料,帮我把刮胡里面的字串 放到B栏里面 当然如果没有就保持空白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了总共三个函数吧 OK,那这三个函数也还蛮重要的,Find函数 Find什么?Find前刮胡跟后刮胡的位置 然后利用它的位置去算出我应该怎么去切割我要的字串 那切割字串就靠第二个,MID 有没有,它找位置 然后它去做切割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去切割你那个一个这个除声歌里面的某部分的文字的话 这个最常用的 不外乎就是MID 当然如果你的字刚好在左边就Labs 右边就Right 中间就MID MID OK,中间 不过以使用到的几率来看 MID应该算最高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资料 然后刚刚好都放在左边或右边,通常在中间 所以 这个函数可能重要性是蛮高的 我发现我用到的几率还蛮大的 那最后因为Find,如果你假设你Find不到前刮或后刮,会有错误 所以你要去除错误的话,再利用什么Effail 把它过滤掉 我大概会 用到这三个函数,上礼拜要讲到 那今天的话呢,再延伸就是,不是有请队啦,回去自己再做按钮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 假如三个按钮吧 第一个按钮呢,按下它 自动帮我怎么样 第二个是清除 清掉 那第一个按钮呢,就是再帮我重新再完成 那完成的方法啦,如果你实在是 还不知道怎么写 那个对应的VBA的话,第三个啦 第三个是 自己写 不过第一个就是丢公式就好了 也就是把目前这个公式 再帮我重新 从第一个 向下填满到最下面一个 那当然第三个最难 为什么第三个 就是 你要去找到什么呢 如果VBA 这个Find跟Need跟Effail 是Essail里面的函数 那如果你写VBA的话 VBA的函数 跟Essail里面的函数呢 基本上 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一些名称会一样 但大部分 都不一样 OK 所以VBA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他跟Essail里面的函数是没有共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 把 函数名称叫Essail里面的函数名称叫Essail 有点类似Find OK 那你用这个你不能用Find 因为 在VBA里面没有Find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取代一下 Essail里面的函数名称 然后 再来的话 请你先把Shift1拖拉过来吧 也许 再把它 按Ctrl键拖拉一个 这边我把它改VBA好了 也许 我希望在这边做VBA 然后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 我要把它公式丢过来 第二个是清楚 不过 当然做清楚好像比较简单 清楚怎么做 一切到VBA 二的话 你就是 先再插入一个模组 不过我刚已经有插入模组 所以就不用再插入模组了 然后直接在这边打一个什么 你就打一个Sub 先打清楚好了 你打一个Sub 然后清 清除 因为一般写清楚 最简单 直接Enter就可以了 他会自动帮我加 小瓜糊跟Sub 姿态小的话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把次稍微 改大一点 不然这太小了 清楚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你 For i 范围嘛 跟他讲 For i等于第2列 到第10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意思说我要从第2列 到第10列做什么 帮我把那个 储存格 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因为这个i 会变动 第2列 逗点 后面跟他讲说哪一栏 我要把 这一栏 所以就打一个B 记得前后要加算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里面清空的话就等于空字串 这个就是清除 所以你把清除写完 知情 它就全部不见了 不过现在我先不要按 按一下我等一下 因为我还要用上面的公式 放哪里 放这边 再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 复制 贴到底下 做什么 这个要什么 名称叫 刮胡字串 叫刮胡字串 也许底线加一个公式好了 输出公式 OK 然后 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样嘛 就是把这边 就是把这个公式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双银号里面 但是我讲过 你要把 这一个公式 接触这一串 放到这边里面来的话 要注意 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什么 对双银号 其实还好 一个两个 三个四五六七八个 但不过我觉得还是用取代好 取代应该比较不会错 要不然你手动你就把它变两个就可以 一切到这个之前 双银号如果有 如果没有就不用了 二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 A2 A2有没有 A2 将来呢 要跟着 I去变动 所以你要把 2变成I 当然不是不能直接拔 一定要串在里面 规则我讲过 其实你多打 双银号两个 and两个 然后中间放个I 然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应该有印象了 而且这样做的时候 因为以后 这样做就有 VBA 那我把 这个整个做完 第一 我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 二的话呢 我习惯按取消 如果不取消 你切不过去 再利用那个什么呢 建议啦 用记事本就好了 记事本就很好找 在那个什么 我们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然后你把它贴上之后按一个取代 取代的话就一个 变成两个 这样的好处是一定不会错 取代哦 然后再把公式 复制 贴到我们的 Excel里面的那个VBA的这个里面去 贴上 好 那这个做到你可以先转转看 来看 输出看OK 也就是OK啦 不过里面应该都白 为什么 全部都A2 全部都A2 因为没跟着扁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再来呢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吧 把这个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空白 所以为什么叫各位先背口诀 因为以后都一样 OK 我觉得你如果暂时不能 不能理解的话没关系 你干脆被口诀以后反正正好做 也是写出来没有问题 那 有些同学是因为多做几遍之后 越看越清楚 刚开始都一直不能理 后面怎么办呢 建议是双一号到双一号直接复制 把这个2盖过去就好了 为什么因为做 动作都一样 所以这招应该更快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再打一次也是浪费 做完之后的话呢 这样就搞定了 再来的话 把它执行 OK的 里面的话 VBA就出现了 最后的话你就再插入什么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什么 就刮入这双公式 一个按钮的话就清除 所以这个这个之前做过 所以我快速做一下 然后把这个按钮复制 点底下一下再贴上 再把这个按右键 再重新呢 把它改成清除 这样的话呢 然后一次又全部 只要你资料更新 你按一下 它全部又 自动帮你跑完了 OK 清楚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讲说 如果我输出的话 不要做公式 而是最后的结果的话 那就是稍微更难 更上的程度 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写一下 那是 尽量 其实VBA你要真的能够 在你工作上派上用场 记得就一定要 还是要熟练 因为刚开始 蛮多同学都有一些 问题 为什么我想要用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跟我熟 所以 如果你熟这些东西 这些方法 你干脆甚至把它写在 你的 笔记本里面 SOP 1 做什么 2做什么 3做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大体上 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写的VBA完成 那在下一阶段的话 才去 如果 这样还是没办法满足 你工作上去 你再往上 怎么 怎么往上 就是再把 公式 变成用 VBA里面的函数来撰写 不过 难度相对的 会高 一阶 OK所以 我们先求好了 先求有 把它做出来 然后 再来思考说如何 让你的VBA 写得更好 OK 阶段性的 试一下 不愿意 别人 看不愿意 什么 不愿意